先講講昨晚在油麻地母英健康院出現的一個意外 那個意外就是有一條燙閘 這是電燙閘來的 就是母英健康院圍牆的一個燙閘 那個燙閘可能在燙期間 當然了,這也是吐著吐雪 那個女保安員在關閘的時候 那個燙閘突然間跌下來 而且閘到那個女保安員 那個女保安員當場的傷勢都很明顯 很嚴重地出現一些可能是意識的問題 但是送到醫院之後 結果6小時搶救之後就不治 那個閘為什麼會掉下來呢? 你看看閘門 其實閘是有一個滾輪 懸掛在露軌身上 那個滾輪結果脫落下來 通常滾輪和露軌之間有一個鎖 有些機械是鎖住的 就是說不讓那個滾輪掉下來 就是說很簡單 就逢避這些燙閘 燙閘到人而導致嚴重的意外 不是第一單的 但是這些燙閘通常出問題之前 是一定出現現象的 就是有些配件脫落 就是說本來有些配件 是脫落了下來的 當然了,最大問題就是 因為這些燙閘位置 通常有戶外的地方 就算它真的有滾輪上面有配件 就是鎖住的滾輪 讓滾輪脫離路軌的配件 就算是脫落了的話 它可能掉下來的那一刻 聲音或者掉下來的東西 都引不起一些人的注意 或者引不起保安員 引不起場地負責人的注意 但是我個人認為 因為燙閘出意外 已經是一而再再而三 對於燙閘的設計 其實基本上已經有一定的要求 但是設計之下之中 鎖住的滑輪 路軌和鋼閘的滑輪之間的鎖 其實本來是有要求的 但是如果它脫落下來 就另一件事了 就是說 變成燙閘是純粹的滾輪 懸掛著在一個路軌上 它總有一天因為風 因為撞擊的任何原因 可能就會導致它容易脫落 問題就是說 我們應該怎樣處理 怎樣去保障這些情況呢 我覺得逢是有電燙閘的地方 逢是有電燙閘的地方 應該政府 尤其是政府建築物 應該有寄工 或者應該有一些保安員 或者是有保安的主任 他是有讀了相關的課程 是需要知道 或者路軌和畫輪之間的鎖的原理 他需要定期檢查 他需要每一周檢查一次 才可以保障這個鎖襲安全 如果不是鎖襲每一天 是不斷開開關關開開關關 有些學校也是的 有些學校的鎖襲 是需要不斷開關的 如果它是中間 掉了一些配件下來 而我們用的保安員 如果我們學校 或者政府機構 或者私人處所 是沒有一個mechanism 就是說如果鎖襲附近 掉了鎖襲上面的配件下來 而不需要 不去匯報的 結果那個配件很可能 用來鎖住畫輪的其中一個配件 另一個方法 其實是需要把鎖住畫輪的配件 游上一個特別顏色 就算是燒刊也好 因為撞擊很可能 或者是老化 或者是曬雨淋 它都會掉下來 但是如果你把這個 鎖住畫輪和露軌之間的配件 游上一個特別顏色 譬如有螢光橙色 當如果有任何人 包括一個康奸 包括處所的管理人員 看到一件 牽涉有一個 如果螢光橙色的配件掉下來 它就知道這是危險 就是說 跌了這個東西 就會有機會 閘會掉了 立刻就可以用一些措施 去保護閘 免著閘疊下來 就可以摘死人 這也是需要改善措施 雖然我們鎖出意外 政府曾經還有一個檢討 但是似乎這個檢討 都是不湊巧 仍然不斷出現鋼閘跌下來的情況 即是說香港政府需要在這方面 再加強這方面的監督 加強這方面的設計上 和法例上 或者守則上的要求 剛才我所說的 定期檢查 保安員 或者物業管理方面 是要有一些適當的 course 適當的課程 讓他們可以做到定期檢查之外 還有就是把一些 可能涉及危險的配件 游上一個特別顏色 當配件脫落跌下來的時候 無論是保安好 無論是場地負責人 或者管理人員 都可以看到這個配件 也都可以適當地知道 那個閘或這個物體 是出現了一定的危險 希望政府盡快去解決這件事 不要再將這些鋼閘 成為一個危險 因為我看到 尤其是學校 學校比較多人出入 而鋼閘是經常需要山來山去的 尤其是有些有車路的學校 而車路在小朋友上學位置隔離的學校 那些學校通常的閘是不斷開山的 他不想 譬如 尤其是只是早上開著閘 有老師看著 但在其他時間 閘是關閉的 這一種是最危險的情況 因為他用的地方 是很多小朋友 或者甚至其他人出入 希望政府盡快去解決 這一個電閘或是燙閘 跌下來的問題 很簡單的原理 再說一次 電閘或是燙閘都是一條路軌在頂上 而有滾輪懸掛了路軌 懸掛在路軌上面 而滾輪就將閘連過著 當中可以脫落的地方 或者當中可以做安全保障地方 包括滾輪和降閘和路軌之間的鎖 即是一塊鎖片 一塊機械設計 而導致滾輪 或者閘不能離開路軌 這些配件 最好加以警示的顏色 或者符號 當這個配件跌落的時候 大家就知道閘有危險